Hi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上次有跟大家分享,我用1000元組了一台AMD真相電腦 這台電腦在影片中有實測給大家看 總而言之,雖然用千名運算組賽的電腦是刻意用的 跑遊戲也是沒問題,但就有幾個地方比較可惜 第一個就是它的CPU 雖然有新的XR25處理器 雖然組屏有到2.9GHz感覺還不錯 但是由於製程機架構的老舊 像我到現在還是不堪使用的 可以發現用Google Chrome播放YouTube 1080p的影片時 影片是會卡的 代表XR25的軟檢能力不足以-2080p的影片播放 但目前以大眾的使用習慣來說1080p已經是最基本的了 各況2K及4K影片也在漸漸補給了 所以光是這部分就得宣告XR25的死心了 再來是記憶體部分 只有3G的DDR3記憶體 如果是開個網頁看個文章那還夠 但只要一玩遊戲可能就不夠了 英雄檸檬勉強還夠 但CSGO就完全平靜了 大大的影響遊戲的品質 那在CPU和記憶體支援緊繃的情況下再加上速度不快的機械硬碟 有時候用到真的快中風了 整體的使用感受是有帶加強的 那今天的計劃是要在這台電腦的硬體基礎上 再多加一些預算做升級 讓這台電腦能夠流暢的運行我們的日常軟體 並且在遊戲上也可以有不錯的表現 那接下來就來介紹用來升級的零件吧 首先是CPU 這裡挑選的是XROM2 X4640 適合是現存10MHz 3.0GHz 這個CPU是我在蝦皮花300元買到的 家運費330元 以整體的性能來說 X460是接近雙核心的i3 2100的 但價格比他還要便宜一兩百塊 CP值還不錯 那用四核心的CPU來跑日常應用相信也不是什麼問題了 再來是記憶體部分 這裡我選擇拿掉一條1G的記憶體 然後補一條4G的記憶體上去 原本的2G就留著就好 這樣總共會有6G的記憶體 那拿來做網易瀏覽和輕度遊戲也就足夠了 再來是關係到使用流暢度的影碟部分 這裡就直接拿我之前買的科夫N500 512G SSD來做使用 這顆硬碟了不久前在裝進我那台i5 2400的主機裡 結果沒多久就被我擺來測試了 那改用SSD在開機速度還有系統的流暢度都是很有感的 冷冷測試給大家看 再來是顯示卡部分 這裡拿我的寶貝GTS 450來裝 這張卡算是少說我捨不得賣掉的卡 我對它已經有感情了 之前有測試過GTS 450是可以在1080P的解析度下流暢跑GTS 5的 所以我對這次升級後的主機非常期待 看能不能從中風電腦順利變成電競主機 那接下來就來進行零件更換了 上次跟大家分享的眼不見微鏡理線法受到很大的迴響 很多人都跟我反應非常實用 能夠將自己的經驗分享給大家並且幫助到大家 我覺得很開心也很感動 這次拆下來的CPU 可以看到散熱膏已經乾的差不多了 擦乾淨後可以看到清楚的CPU型號了 再換上X4640 並且上散熱膏 換上4具記憶體 最後是美麗的GTS 450 這個紅白配色怎麼看就是很騷啊 收上去馬上就有電競的感覺 然後再用蔬菜大法做個固定 接上SSD 接上SSD 漂亮 再來將電腦開機 經過記憶體護送不相同的無法開機 重複設置超過無線化 整整一天的時間之後順利進入系統 由於更換了SSD 整體開機速度快了很多 開機時間在25秒左右 比之前機器硬碟的1分多鐘要快得多了 先打開Specy確認硬體資訊 可以看到CPU和記憶體等等資訊都有讀到了 SSD的溫度在45度 稍微偏高了 再來用Centerbench R15跑個分 X4640的跑分結果也264分 比X25的141分進步高達87% 這個數據不是在鬧,真的是有87% 以跑分來看是增加非常多的 那考量到核心速從原本的雙核升級到4核 並且時脈與6月拉高的情況下 有這樣的跑分也是合行合理的 再次硬碟的讀寫測試 有一主板是走SATA2 所以SSD的讀寫速度被限制在200多出頭 但這個讀寫速度依然比前一顆機械硬碟快了3倍 這樣的優勢就是剛大家看到的開機速度變快了 還有整體系統操作起來也會更加流暢 接下來進行的CPU溫度測試 使用IDA64對CPU進行燒機 5分鐘之後溫度來到65度 比X25的16度高要降近20度 這個溫度雖然不算高但也差強人意了 多了兩顆實體核心所帶來的發熱量還是蠻明顯的 再來測試網頁瀏覽機多開 有一次適合CPU和SSD的加持 讓整體開網頁的速度明顯流上許多 這樣的使用體驗要做一般的文書使用就很不錯了 而在YouTube的1080P影片播放測試 X4640也能流暢播放1080P的影片了 播放過程中使用率在50%左右是綽綽有餘的 要拿來播放2K影片說不定也是可以的 再來進入我最期待的遊戲測試 首先是英雄聯盟 這次的窄的速度就快多了 上次用機器硬碟跑的時候 等待的時間都夠了去外面抓一頭拉庫的蟋蟀了 在X440X900的解析度下特效全開 移動時幀率在100幀以上 再對應時幀率保持在60幀上下 這個表現並沒有比上次好 此時的CPU佔用率在50%左右 機體體是3.5GB 那我推測的原因是英雄聯盟這款遊戲是比較吃CPU單核性能的 多核的優化並不是很好 所以即使升級了CPU上顯示卡 在CPU單核表現沒有明顯進步的情況下 也沒能讓遊戲表現有明顯的提升 再來是CSGO 在畫質開動的情況下 基本上能保持在60幀上下 在某些場景能突破100幀 整體玩起來就比較順暢了 此時的記憶體在用4GB出頭 看來加到6GB還是會比較保險 不過這個遊戲表現其實是不符合我預期的 之前我有用i5-240那台電腦測試GTS 450 測試結果發現450是可以在1080P的解析度下特效全開順跑CSGO的 幀率大概也能接近60幀 所以在這裡可以發現 GTS 450是沒有發揮它應有的表現的 那原因大概也是CPU的過了 CSGO這款遊戲一樣是比較吃重的CPU的單核性能 如果換成i3-210來往我相信表現應該會更好一些 其實吃到這裡老實說我有點小失望 原本預期遊戲體驗是我有大幅度提升的 但吃到目前的結果來說並沒有很明顯的改善 不過我還是硬著頭皮把最後一款遊戲給測完 最後來測試GTS 5 沒想到GTS 5的表現大大超出我的預期 在畫質開地的情況下 在一般場景基本上有60幀以上 甚至畢竟70幀 這樣的幀率玩起來就非常順暢了 在飛機上能穩定保持在70幀以上 這次可以看到顯示卡的佔用已經接近滿載 CPU更是適合性吃豪之滿 4核心完全保持了100% 玩GTS 5神優化不是講假的 這樣的遊戲表現已經很接近 玩玩i5-2400測試的結果了 要滴開順跑絕不是問題 記憶體上在5GB 用6GB來玩還是足夠的 看到這裡我覺得這次的升級總算有個交代了 原來這台主機不適合玩侵入遊戲 它適合跑3A大作 總結來說 今天這台主機如果不算SSD的話 大概是花了1000戳頭的預算來做升級 由於CPU升級到4核心的X4640 記憶體也來到6GB 要應付日常文書和影音是完全沒問題的 至於遊戲的部分 大家應該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X4640的遊戲表現其實沒有到很好 在需要單核性能的遊戲表現上 並沒有比X225要來的突出 那這也是AMD多年以來的小缺憾 核心素雖然很有誠意 但在單核的性能表現上 常見是落後於Intel的 要不是後來的GTA5測試 能把X4640的效能給逼出來 不然X4640可能真的就漏氣了 所以如果要玩遊戲的話 用i32100理論上可以表現得更好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要結束了 有什麼問題的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Hu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